馬祖慈悲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我們馬祖文化最重要的一個習史文化習慣 就是禁祥 每年的三月23號馬祖誕辰的日子 在三月份所有的馬祖的信徒一定要回祖廟 乾媽媽媽所在地的馬祖廟回去禁鄉朝拜 來慶賀馬祖的誕辰 我們在《龍女城火》的《花花經》當中有學到 馬祖的心就是把眾生當作小孩子赤子 他的幼兒、嬰兒這樣的愛護 所以馬祖是我們天上的聖母媽媽 馬祖是海神 把人間形容一個人海茫茫 所以我們是從宇宙來離開天上聖母的一個小孩 來到這個地球 來到人海中 那馬祖來指引我們的方向來度我們 她是我們天上的媽媽 這個馬祖是以母親的心對待我們 那我們是她的小孩 好像是嫁出去的女兒 所以媽媽生日的時候我們要回祺 那回祺是龍女城火 就是把一顆價值三千大世界的寶珠獻給佛頭 這是她的心、憲格的佛 那我們身為馬祖的小孩 離開她的身邊 從天上來這個年世間來這個人海 受馬祖的指引 我們一定要懂感恩 要有一顆跟馬祖一樣的心 一樣的一顆修持六度波羅蜜的菩薩心 來供養馬祖、供養佛 所以我們每人一定在她誕辰的時候 回去她祝壽、禁鄉 來供養我們的馬祖 所以每年我們令人很虔誠 非常虔誠準備行禮、花果 來慶賀馬祖的生路 然後回人家探望我們的母親、我們的乾媽 這是馬祖的文化 她向媽媽慈悲 為我們離苦、得樂、照顧我們 我們一定要有感恩的精神 來回饋、來回氣、慶賀她 用最好的一個禮品 代表我們的謙誠的心 那我們就能成活 所以馬祖的文化一定有回良家 出氣的女兒、出氣的小孩 到人世間來奮鬥 這一天一定要回到廟裡 回到天上、天庭上面來供養、供養、製壽 為我們的母親來製壽 這就是我們的文化 那因為所有的宗教 來自於先念佛、學法、依針 就是歸壽三把、佛法針 恭敬佛法針 所以我們的禁商活動 就是念佛 我們每天掛念的母親、掛念的馬祖 所以至少我們每一人 不管你住到多遠的地方 一定要回到祖廟、探望母親 所以心裡念著我們的母親 我們念著我們的母親 念著我們的活、念著我們的媽媽 我們才是歸壽、馬祖 然後我們會依法 在禁商當中 有很多長輩教導的一個方法 我們會帶著香火、回氣、過爐 那我們會準備一些炮 三十六支炮、響炮 那是六個陣洞 在火花精裡面 隆泥、城河也有提到六陣洞 放鞭炮 像義德馬祖回梁家、回祖廟、北港茶田宮 一定有三十六支的一個彩道炮 然後我們還獻花、獻果 代表開花、解果 然後還有獻音樂 我們會帶著音樂 為馬祖做的音樂 一路上放回去 讓大家聆聽馬祖的音樂 還有獻音樂 然後我們一定按課 我們一定有獻花、獻果、獻金、獻七寶 這是我們的誠意 甚至於我們還有一些習史 像我們馬祖是黑臉的馬祖 所以我們還有獻炮、放鞭炮 來詐馬祖揽身共和 這個火花精裡面 要往菩薩揽身共和 代表我們的千神 千神 所以有很多的華 那馬祖也教我們 我們一路上參香 參了五個馬祖 最後回到祖廟 參北港馬祖 總共六個媽 他也有他的華 因為我們的馬祖有六個媽 六個媽會各有他的專長 會伺服給我們 有伺服給我們 財務方面的、財寶方面的 有伺服給我們 人更漂亮、更年輕 可以得到愛情、得到年際關係 公關方面的 也有伺服給我們 考試的、開智慧的、讀書的 的馬祖 也有伺服我們身體健康 武將、像觀生地精 可以騎馬大戰到全世界去打戰 欺且斬妖的 也可以伺服給我們 所謂小孩子 合家、平安的 也有伺服給我們 可以升官、花財、恩人欲碩的 升官的 六個媽各有他的專長 他就是個華 所以我們經過六個廟 拜個六個媽 都項鍊、平安項鍊都會去過爐 然後我們都會喜宴 教我們方法、道法 當你參加進商前 指數者 就是說你會抱馬祖的 你是工作童年的人 是核心的人物者 你一定要至少七天 要盧數 要盡口 不可以說髒話 不可以出婚的 要沉默 要說好話 口 你的身體呢 要乾乾淨淨的 天天要洗澡 保持乾淨 不可以做男女之事 之婚的事 就生 我們的義呢 每天都想著 我們要出事的 不可以出到婚的 我要回去拜馬祖的 一個禮拜後 要去拜馬祖 所以我們要 敬口、敬身、敬心七天 那一般的信徒要敬香 要能敬身要三天 敬口、敬身、還有敬心 要三天 身、口、意都要乾淨 要三天 所以你要敬香 要拜拜 有那個法的 不可以出婚的 要出事的 七天或十三天 再不然 對你三天還是很難做到 你只有一天 你要去敬口、敬身、敬意 身、口、意都要乾淨 所以有這個法的 那我們在敬香當中 每個廟拜拜的時候 我們要洗下一個心願 你希望今天馬祖帶給你什麼 那最後一定要洗個宴 馬祖保佑我心想事成 達到的願望 身體健康而明年平安 可以再來敬香 跟馬祖相約 跟六個馬祖人相約 跟我們的子廟的馬祖相約 所以我們會去參加其他的廟宜 像我們參觀的五個馬祖廟 才到祖廟 我們會跟六個馬祖的相約明年見 讓我們身體健健康的 一切順順利利的 我們明年再來朝拜馬祖 所以各位看看一朵馬祖的logo 前面是海朝 這叫朝拜 海朝有週期的 每一人每個夜每一週每一天 朝拜馬祖 天海朝陰 馬祖的一個教義 馬祖的聲音 朝拜 那馬祖後面就是個廟 是一個有塔廟 畫光畫亮 像華華經講的塔廟 它都放光了 火頭長道的去放光 是一個廟就是我們的主廟 我們的背景 我們後面的背景就是一個廟 廟是我們的靠山 就是我們的主廟 所以一德馬祖的主廟是北港朝天宮 任何馬祖的信徒都有歸始的一個廟 也就是你的主廟 所以你是分靈來自哪裡的 或者你馬祖信徒 哪一個是你的主神 你每一人一定要回到廟裡面去被加持 所以每一人一定要回去被加持 就要每個月回去 每個禮拜回去 那我們在家裡就是早上一支香 晚上一支香來拜馬祖 來朝拜馬祖 這是我們的文化 那就是寫法 所以在禁香我們可以寫到很多的方法 然後最後就是醫生 醫生都要醫的卵團體 像我們禁香有十輛的遊覽車 這幾年都十輛遊覽車 有三四百位的同修 都會跟我們一起去主廟禁香 那我們一起來寫法 一起接受師公的一個分享 的一個教導來學習 我們去主廟接受北港朝天宮那些服務的老師 工作同仁師傅的一個教育 來指導我們怎樣來接馬祖 怎麼樣來歡迎馬祖 怎麼樣來幫馬祖的裂袍炸教主 然後幫他換衣服 這些禮儀儀式法都是北港朝天宮 這些長輩們前輩們 胡同仁來教導我們 那馬祖當然主派很多老師來主導師顧問 那顧問一人一人二十年來禁香 一步一步的寫越來越有個規模 所以我們呢過一步馬祖 學法學馬祖 淨香的一個方法 從淨香方法去學會 慈悲感恩 然後把禮儀做好 後來扔到家 我們有很多的禮儀 比如說回來馬祖回家 安坐完還要寶貝 才能整理他的衣服 他高不高興呢 有什麼缺失要不要再改進 那沒人呢幾乎寶貝馬上有 馬祖都好高興 代表我們都已經做到所有的禮儀 就是要學法 然後醫生我們來淨香 可以來接近那些前輩 有經驗的人來學習 學習馬祖的法 那我們更相信馬祖 我們對我們的宗教呢 更深信不疑 這是我們馬祖文化淨香 有人淨香要八天七夜的 九天八夜的 那我們有些廟呢 就是當天我來回 像一朵馬祖是兩天 一天兩天一夜 過一夜 那他迎接馬祖回來 我們要令旗 要過爐 要領兵 就是我們華 那從龍女的華華經當中 我們知道我們要寫六度波羅蜜 要寫起馬祖慈悲 柔和優雅 的一種生活態度 那寫起馬祖的慈悲之心 這個慈悲感恩的一個文化 所以每一年淨香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禮拜呢 我們呢 來看看以往我們淨香的進行的模式 我們真的要了解 如何來念佛 來感念馬祖 心裡想著馬祖 來依法 你是不是淨香前 有出事三天或是七天 來淨口 淨聲 淨你的意 就是淨你的心 那你有沒有醫生 你是跟哪一個團體去淨香的 正式的跟一個團體 一個團體淨香 你才是歸一三寶 才是真正馬祖的信徒 才是馬祖的宗教 你才能跟馬祖真正的感應 所以馬祖信徒 每年三夜一定要去淨香 然後要歸一火 歸一華 歸一山 恭敬火 恭敬華 恭一真 這是我們馬祖的宗教的一個教義文化 所以淨香很重要 現在是三夜了 各位同修呢 是不是到祖廟的拜拜了 也許是黃毅期間 我們不能勤記一起去 那我們也要個別用虔誠的心去拜拜 那如果沒有辦法親自去 也怕政府因為規定 黃毅不能一起那麼多年 那我們也可以網路上面來淨香 來朝拜 那下個禮拜呢 我們的團祭會呢 我們的團祭的聚會呢 就要帶各有同修 異德馬祖同修會所有同修 榮歷的剛好是 3月23前 最後一次的一個 前的一個團祭 而我們呢 來慶祥 我們在網路線上呢 來朝拜呢 往人我們都會去拜六個廟 六個馬祖 來慶祝祂 三成 誕辰 上路 那我們下禮拜呢 就要帶各位去朝拜六個馬 那現在我們來 先來議席模擬 這個六個廟 還有異德馬祖回來 跟馬祖的祝壽 在3月23前來跟馬祖祝壽 在網路線上呢 跟馬祖祝壽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一起來參加 現在 顧問呢 帶各位 回顧以往 我們如何去競相 那有一些話 顧問順便跟各位提一提 提一提 好 各位來看看這個影片 每年的3月19是23號 以前 異德馬祖就要回梁家 那顧問呢 以千層的心 供應的馬祖呢 呃 要到 北港朝天宮 進鄉 進鄉 同學們都非常謙誠 一早就來到 我們公司前面大樓 列隊來供應馬祖 雙手和師 我們來供應馬祖 來上遊覽車 而我們呢 有十輛的遊覽車 很虔誠的 要前往六個廟 第一個廟 就要拜祖蘭的龍鳳宮 龍鳳宮是全世界最大的奏向的一個馬祖廟 馬祖廟 我們第一站就在這邊 很虔誠呢 來跟馬祖的祝壽 祝壽 那 我們呢 保佑呢 臺灣呢 烘調儀式 第二站呢 我們前往呢 拱天宮 白沙屯拱天宮 來跟 白沙屯馬祖呢 祝壽参拜 祝壽参拜 那白沙屯呢 馬祖呢 非常的親切 他都會到 每年到北港呢 去進鄉 那 我們第三站 來到 大甲鎮南宮 大甲鎮南宮的馬祖大甲媽 是非常有名的 他的整個進鄉活動 略為全世界三道宗教的一個活動 那 他也是一保佑著我們的同修 那第四站呢 我們來到 楓延的慈祭宮 來參拜 來參拜 那楓延慈祭宮呢 馬祖呢 給予 是困難很多的一個教導 困難一到困難都會去請教他 那最後到參山的宮是 港口宮 東石的港口宮 那就是 洪聖宮的大媽 的來源 的源頭 所以我們會那邊感恩呢 洪聖宮的大媽 也到港口宮去拜馬祖 最後我們到達那個北港 那北港呢 馬祖上教呢 要師父的安座 和練經安座 然後將軍呢 眾議團將軍來迎接 然後我們有 三十六個花狗 十八對的花狗 開花嘴狗 很虔誠的抱著要去 供養馬祖 感恩馬祖 有三十六支炮 三十六支炮 他的威儀威風 代表馬祖的莊嚴 然後維繫了我們的隊伍 我們隊伍就是非常神奇 然後北港馬祖的教訓 來接引馬祖 北港呢 金安蘭 四媽會的兄弟們 來接引我們 馬祖一等馬祖 我們的掃花 馬祖掃花 讓馬祖走過這個花 與花來供馬祖 就開始要 懶聲供喉 就是炸我們的一等馬祖 勒跑 勒跑 七邪 勒跑 男生共和 代表我們馬祖 對北港馬祖的一個尊敬 然後我們露廟 來露廟 露廟 所有同修 都是雙師合掌 來供應了馬祖的 露廟 然後供應馬祖過爐 進到大殿 安座 安座 安座的時候 當然要禀報北港馬祖 所以師父 會有安座的儀式 前期同修在這邊 幫馬祖祝獸 祝獸 祝賀 求馬祖保護台灣 紅條儀式 國太平安 和家的平安 千層的拜北港馬祖 北港馬祖 我們有七獻禮 七保來獻給馬祖 那晚上呢 我們會參加 北港的遶境活動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乍教祖 馬祖 在法華經來講 就是燒身共和 南身共和 的千層 那我們跟著馬祖 走 馬祖的教祖 走過一陣一陣的炮陣 那天著馬祖的佛音樂 要來軟腳 來軟腳 馬祖人慈悲 來照顧我們 幫我們七獻 七獻 那我們走天亮 一路走過 陪馬祖走過炮陣 一陣一陣走到天亮 那怒廟 這個是怒廟的一個情景 你看馬祖的教祖 多威風 多威風 那所有的 加班的弟兄 有經過一晚上的一個 燈炮的洗禮全身都黑的 你看那個衣服的對比 然後第二天 在赤廟 北港馬祖廟 赤廟就唱班 那我們呢 前幾天三四百個 那個同修 同時呢 拿著炮 跪在中山路上 拜著金安朗馬祖 來跪拜這樣 所以今年感動的馬祖 所以今年 我們同修會 得了柔子 所以金安朗馬祖 會到我們的辦公室來 然後 我們要公請馬祖的為家 那就要 這隻馬祖的華 萬年香火 這個香火 在倒在我們的 一朵馬祖爐 就是家廚 然後馬祖的寺廟 馬祖的靈呢 當然一定換靈 它好 而且會更好 你大學的老師 援助手的老師 叫更高的老師 在廟前 可不可以看到 我們的令旗 都在揮 就是招兵 要帶北港馬祖廟的兵 回到我們的 駐地就是我們的板橋 我們就是要上車回家 回家我們就安坐馬祖 就要拔杯 馬祖的一切都OK 都需要什麼樣的改善嗎 那每年幾乎馬祖都是行杯 都是非常高興 都非常的成功 辦滿整個競箱非常的成功 我們回顧往年 義德馬祖同修會回準要拜拜的行程 讓所有好朋友信徒感受一下 那短短的幾分鐘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站一個站走過六個廟 包括草田宮 所以下禮拜就是 馬祖勝路的最後一次我們的網路的一個團祭 我們要帶著大家 一起來敬鄉 來參拜六個媽 來六個媽 來跟她導引國泰民安 轟調以勝 希望馬祖的保佑呢 我們能平平安安的 然後我們也跟她洗一個宴 你六個媽媽 你六個媽媽都同樣洗同樣的宴 那很虔誠的朝拜 那你真的就容易如宴 因為你歸醫三寶 練火 血法 醫生 你有練三寶 恭敬三寶 歸醫三寶 你去走路到宗教了 有所宗 就是有屬於馬祖的 馬祖的一個宗教 那教育也受教了 一個教徒了 所以我們不受教徒 我們都是信徒 可是信徒你已經不是第一類了 雅雲第二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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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第二類了 知道要擲杯了 你也不是第三類了 第三類是可以把馬祖帶回家 共同家裡每天捏一支香 那是第三類 你已經第四類在學習 馬祖這個道了 馬祖聖道了 你禮拜二來聽故的節目 參與這個團拜 參與這個團聚學習 來醫火、血法、醫生 來練火、血法、醫生了 你真正是歸醫三寶 真正是馬祖的信徒 你第四類了 當你有所成 就會成為第五類的馬祖 馬祖 好 那今天呢 顧問跟各位分享 顧問也希望各位 如果你很誠心 下禮拜我們就要在網路上去敬香 來參拜 那我們就從今天十一點起 我們就開始盧視 我們是來敬我們的口 我們要說好話 不可以說髒話 不可以出風的 要講愛語 講好聽的話 關懷別人聽話 不要講人家不喜歡聽的話 我們要敬身 天天每天要沐浴 要洗澡 要乾乾淨淨的 不要去做懶女之間的事 然後第三 要敬意 要敬我們的心 我們不要去想壞事 每天都想著 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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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著馬祖 下禮拜我們就要去敬香拜馬祖 我們念沉沉的 帶一個乾淨的口 乾淨的身 乾淨的意 清淨的身口意 我們要去拜麻祖祈福 然後每一站呢 拜完要跟麻祖相約 祝福我們平平安安的 祝福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呢 沒有災難 安然的度過所有的災難 所有病毒的侵略 我們趕快回歸正常的生活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平平安安的 所以 期待大家一起參與 下個禮拜的網路敬香喬拜 也同時呢 幫易德馬祖祝壽參拜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麻祖慈悲 我們下個禮拜